2016加东赛区超级女生的第二场海选 选在了战地更大 人流更多的锦瘦中华 今天有第一场的遗珠选手在战舞台 也有一名惊人最后拿到保送卡的实力派歌手 更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带来的稚嫩童声 宰歌宰舞 也给超级女生的舞台带来了一抹童真 大家好 我叫安家燦 我是200号选手 今年14岁 然后我准备的歌曲是薛志谦的丑八怪 大家好 我叫洪晓娜 在我身边这个是我妹妹 我们今天一起来参加了超级女生 加拿大海选 其实我对唱歌这方面并没有说有很大的追求 但是我想把它作为我一生的热爱的事情吧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罗永音 我是197号选手 然后我唱的是蓝幼时的《孤单心事》 然后这些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从小一起学音乐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支持罗永音的 加油 我们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们来这边支持他 我无条件支持罗永音 希望你们也能跟我一起支持罗永音 谢谢 第一位出场的女生 13岁的高紫棋来了一个开门红 以完全不像13岁的成熟嗓音 为大家带来一首Icy Fire 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拿到了今天的第一张Pass卡 而166号的11岁小朋友 Caroline Howe演唱的See You Again 其中的一段Rap更是将现场气氛点燃 评委们纷纷表示 这位小女孩将来一定是要火的节奏 155号的Christine Wu 是今天唯一一位拿到直通决赛保送卡的选手 我是好像 我是昨天报名的 然后 我没有 我没有准备很久 但是真的 我真的很恭喜 终于过了 然后 对那个 剩下那个全部女生 加油 然后 继续唱歌 然后 就是 要很好玩 要 have a lot of fun 那我每天差不多都要听音乐 因为音乐 I like to say music is my life 所以呢 我特别喜欢听Adele, Sam Smith, Ed Sheeran和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剧 我去上高中呢我也会去ESA, Etobicole School of the Arts 我也会学音乐剧的系列 所以呢 我很喜欢音乐 而且我很喜欢 我很开心来到超级女生 谢谢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Caroline Hi my name is Carolyn 今天我唱的歌是 See You Again by Wiz Khalifa featuring Charlie Puth 在那个台上 我有一点紧张 但是我很 excited Yay 然后呢 我的 biggest inspiration 是我的姐姐 因为她是 第一个 person who inspired me to sing when I was三岁的时候 我刚开始 sing when I was thre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凯莉 我今年发生 今天我来到这儿 我表演 爱要长当当 我达到了 Four Pass 而我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 我的名字是Robin Perza 我当时是196位演员 我来到这里唱W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它是一位最最爱的歌曲 我非常喜欢它 我今天很害怕 所以我没有做到我的最好 但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今天的比赛 最后选出了25位选手 将和周五决出的20名选手 共同进入复赛 争夺最后决赛的20个席位 随着比赛越来越白热化 喜欢超级女生的观众们 千万不要错过哦